你爱吃糖果吗 你知道糖果是怎样制作的呢 今天就带大家体验一下沉浸式糖果制作 首先我们要将白砂糖放入锅中 在特定的温度下 白砂糖便会融化成糖水 接着将这些糖水通通倒入模具 再滴入食用色素给其染色 今天做的图案需要三种颜色 所以右边也滴入黑色色素 趁着糖水还没反应过来 直接给它剪成三份 把它们整整齐齐放好 下面就正式开始今天的糖果制作 现在糖果像拉拉面一样操作 经过这样的步骤后 糖果会更加有韧性 当然也便于等下的图案成型 现在将它们拼接成型 今天要制作的图案 是一个可爱的笑脸 这个饱用来做宝贝 worthill得了 这个饱用来做宝贝 好 话 什么 现在已经能看出笑脸的模样了 不过可能有些观众就会产生疑问了 这也不是平常吃的糖果 也太大了吧 别急 看我们继续操作 在裹上几层外皮后 就来到最关键的时候 我们使用特殊手法 把它拉成平常糖果的大小 这是一门技术火 没有个百年功力是拉不出来的 当达到一定程度后 便要将其撬开 避免太长影响后续操作 这一波操作下来 就有了这些长条的操作 下面进来到今天的解压时刻 拿出工具 将糖果撬成像该有的样子 用这个解压时刻 做的动作 建议 最后糖果就能包装售卖了